poetskin 上一次我們講到 Multi devient 多重貢獻一下 谢谢大家 这个门 说同贡献献的问题 是回归里头啊 一个 一个地雷 它可能呢 会影响到你的回归模型 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没有很慎重的 稍微小心一点的话 很可能会产生了 一些不符合常识 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 啊 感到没什么问题 对 我会想不含 我会想不含 如果有点赞 我会想不含 我会想不含 放入冰箱 在一个回归模型当中呢 我们Y等于 像这样的一个模型当中 你有任何两个质变数 两个质变数之间呢 如果有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 若有相关系数 若有相关系数 它的绝对值大于等于0.7以上的话 就是0.7以上的相关系数 存在任何两个质变数之间的话 则会产生多重波线性的现象 那这个东西可以看一下703的左下角呢 这边有一段呢 斜体的小小的字 那那文字当中呢 它说 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系数 在任何两个质变数之间 它的相关系数是大于等于0.7以上的话呢 那么就会有 多重贡献性的可能性会存在 同学可以看一下 课文这边有一个例子 我们看775页 上方的16-13的报表 在这报表当中啊 你那个 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iture Share Change Accounts Work Rating 这边一共有1 2 3 4 5 6 7 8 8个变数 那么这8个变数呢 跟自己之间呢 彼此之间呢 两两之间呢 都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Sample Corredation Coefficient 所以整个这个矩阵呢 是样本相关系数 大家看看 所有这些样本相关系数当中 除了Sales不算之外 Sales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一变数 它扮演像Y的角色 Sales是Y 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这个矩阵呢 它是一个样本相关系数的矩阵 在这个矩阵当中呢 你看它这个系数当中 有没有决定值大于等于0.7呢 哪两个 许善策 许善策讲一下 许善策讲一下 你一直讲话 讲到都吵到别人了 你没有发觉到吗 哪两个啊 哪两个之间 那边相关系数是0.7以上的 那边相关系数是0.7以上的 对0.7以上 account是什么 0.7是account是谁 account是水平走过来 sales是一变数 所以我们不谈 我们说任何两个自变数之间 所以sales是一变数 我们不谈sales 这一行 就看 自变数跟自变数之间 account跟谁 比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大于等于0.7 account是什么 分泰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这个 像这个例子呢 就告诉你 你从这个相关系数的矩阵上头 你可以发现 哪两个自变数之间呢 它存有呢 相当高的相关系数 那只要大概大到超过0.7以上的话呢 那这两个自变数呢 就会有相关 相关 高度相关存在 高度相关的自变数 可不可以放在 回归模型里头呢 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就等于说 这个已经解释过一次了 好 它比如说你说time 假设这是time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是account time 这个account是什么意思 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sales在这里 这个例子是说呢 有某一家的公司 他们的营业额啊 他们的营业额呢 sales 分成好几块 你看看 你把你整个市场啊 区隔成了好多不同的 这个块状 不同的区域啊 每一个不同区域就有 就有了不同的 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每一块里头都有一个 那个销售员呢 在负责 业务代表在负责 那么每一个业务代表呢 它辖区里头的sales 的营业额呢 为什么会比较高 或为什么会比较低 那营业额为什么会有高高低 各有所不同 准备呢 解释它 这构建一个回归方程式 找了八个 可能的自变数 这八个自变数 我先看一下 八个自变数 然后 775页这边最上方的那个 那个矩阵来看的话 其实它左下角在十六四六那个table 774页那边也有解释了 time是什么 在公司被雇用的时间的长短 在公司的资历 以月 看你有多少个月 来当做一个自变数 叫time 那么accounts 这个业务代表呢 有多少个主要的顾客 我们知道每一个顾客啊 都有一个account 你知道你如果跑 跑很多的这个顾客 就你是业务代表 跑很多厂商 每一个厂商啊 每年 每月 每一个礼拜 会给你进一些什么货 然后会付给你款项 所以 来来往往所有这些活动的记录都记录在哪边 那记录在他那个账户里头 那你有 三百个顾客的话 你就三百个accounts 懂吗 所以一个accounts就代表一个顾客 所以你看 你有多少个accounts 以及你在公司服务的时间的长短 这两个自变数啊 都可以用来解释呢 为什么你在公司 为什么你在你的辖聚里头 你的医额会有那么高 或那么低 假设你是个新手 你的时间很短 那你的顾客数也很少 那很一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医额会比较少 是吧 所以这个回顾模型是要建立说的 我们用这八个自变数 那八个自变数 像这边所讲的 这个 Time POTM Potential Potential是Market Potential 是你这个区域的 它的市场的潜在 潜在力 还有多少还没开发的空间 是那个意思 ADV EXP的 就是Advertise Expenditure 就是你呢 在你这个 你作为业务代表 你有权利的去决定 你要花多少钱 在你这个区域里头 做行销广告 所以它是行销广告的 它是广告的消费 Share是公司的产品 在你这个区域里头的Market Share 你的市场占有率 看你市场占有多高 Change呢 就是你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呢 你的市场上 产生什么样大的变化 变化幅度大不大 变化幅度如果大的话呢 也会影响到你的营收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Accounts 就是你在这个区域里头 你的顾客数有多少 那么Work就是 你在公司里头的 这个所承担的工作的分量 它会影响到你的营业 如果你分量太多的话 那它会影响到你做业务的时间 Rating呢 是你在公司里头服务的 那个评价的高低 评价的好坏 所以拿着八个 八个 Sales就是一变数 Y 那么其他东东都是X 都是质变数 拿着八个质变数 看有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呢 一个可以用的 Rsq相当高的 而且相当精简的一个 一个回归 回归放的事 那么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你看 质变数呢 有Time Account 还有其他的像 Advertise Expenditure Change Market Share Potential 等等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质变数 如果全部把它放进去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产生了 就是 Time跟Account 这两个质变数 高度相关 相关系数高达 0.758 刚刚也请 许三社讲过 那么0.758 相关系数的 这两个质变数 如果同时放进去的话 就产生我们这边 所谓的 多重贡献性的问题 多重贡献性 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刚刚15章的 那个地方来谈 如果你有 多重贡献性 的问题产生的话 有多重贡献性产生的话呢 一般来讲呢 会有两个 会有两个状况产生 就是 四变数前的 系数 可能 会 有矛盾 现象产生 这是什么状况呢 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就我们 先前 这个 Trucking Company 那个case 在 大家看一下 689月 我们一趟卡车出去 花多少时间 结果 我们跑出来的结果 大家看一下 689月 最上面那个 15至4的 那个报表里头显示 时间呢 这趟路 会花多少时间 是来自于负0.869加上0.0611mile mile是一个质变数 0.923deliveries 这是另外一个质变数 就这个回归故事 线来看的话 你发觉 miles 如果跑的miles越多的话 每增加一个miles 你会增加 时间会增加多少 增加0.0611个小时 这个是正的 no problem 所以表示你miles越多的话 你的y 你花的时间就会越多 这边也是正的 你说这部卡车 停 这个停下来 把货物交给人家 每增加 一个人家的话 你就多增加0.923 这么样的时间下去 所以这两个字变数前面的系数都是正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现在告诉你 那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如果 我放了一个 叫做 gas consumption 我把他写中号号 耗油量 我把一个新的质变数 耗油量 放到模型里头去 我变成三个质变数了 一个是里程 一个是里程 一个是 停靠数 停靠的次数 一个是耗油量 同学 我加了一个字变数下去 我去跑 我可能会跑出 假设是这样 这是随便周的 0.123 这里头可能会产生是负的 耗油量越多 居然时间会越少 因为这是负的 所以我每增加一公升的耗油量 居然我的时间反而会减少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是负的 其他都没有问题 这是负的 毛不毛顿 有没有毛顿 这产生 矛盾现象产生 违反常识 也有可能会产生 在这个地方产生问题 假设这边变正了 耗油量越多 时间越长 No problem 符合尝试 停靠次数越多的话 如果这边是负的话 居然你时间是越短的 违反常识 他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发生 这种违反常识 矛盾的现象会产生 总之你的模型里头 会产生 质变数全面的系数 会产生矛盾的现象 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有这样的发生 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你赶快去检查 你的质变数之间 很有可能 质变数与质变数之间 有一些相关系数 很高的相关系数存在 这代表了 有两个质变数 它们是 高度相关的质变数 同时放在模型里头 就会产生矛盾现象 这是不应该的 那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之所以会有这个矛盾现象 你想是 哪两个产生高度 相关 的质变数 不应该同时放进去 你只能放一个 哪两个 里程跟 耗油量 很好 看到没 你放了里程 里程已经解释了 你花的时间 因为你 跑比较多的里程 所以你时间会比较长 你已经用里程的解释过了 你又在拿一个 耗油量来解释它 你懂意思吗 所以 你要么就放耗油量 不要放里程 你要么就放里程 不要放耗油量 你两个都放进去的话 两个高度相关 这两个相关系数 绝对不止0.7的 你想想看 你每多跑一公里 你一定多耗费几公升 这是必然的嘛 除非油有 把人家偷了 趁这个 中间休息的时候 没有钱花 需要 咬一点槟榔的时候 就把油拿去卖了 然后卖几百块 然后就买几包槟榔来吃 假设卡斯斯基没有这样干的话 你多跑一公里 必然多花油钱 除非你把油偷了 会产生 会产生这种虚耗的现象 否则的话 必然的 所以这里头耗油量跟里程 高度相关不应该放这里 至于停靠次数 不必然会跟耗油量有关 停靠次数不必然会跟里程数有关 是不是 所以你加了一个耗油量下去的话 会产生高度相关的现象 高度相关的这样的 两个质变数同时放进去 因此会产生所谓的 多重贡献性的问题出来 因此在这里头 耗油量不应该放进来 构成的 多重贡献性的 这一个状况出来 第二种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T减定 F减定 可能有 将矛盾 现下 产生 好比说 贝拉1等于0 拒绝 贝拉2等于0 拒绝 贝拉1等于贝拉2 都等于0 Do not reject 我们都知道 这两个 都是要靠T减定 个别的是做T减定 两个一起做的 这是什么 F减定 F减定 居然不能够拒绝 两个同时为0 至少有一个不等于0 可是个别去减定的时候 居然发生了 这个等于0 被拒绝 换句话就是贝拉1不等于0 对不对 拒绝的就是贝拉1不等于0 贝拉2不等于0 贝拉1不等于贝拉2不等于0 怎么会说 不能够拒贝拉1等于0 贝拉2等于0 所以 T减定跟F减定 是不是 小矛盾 懂得意思吗 如果产生类似这种状况的时候 赶快回去看你的自变数 一定有某些自变数高度相关产生多重贡献性 这样的状况产生 有没有问题 所以才会特别强调这个概念 所以以后里面就放自变数的时候 回归大家经常在用 经常在用的时候 要小心 你的自变数之间 要先去检验一下 看他们彼此之间的 相关系数 像我刚刚秀给你们看 16张的很大的问题 Sales的 Representative那个Case 去看看人家的 相关系数的举证 看看里头有没有 超过0.7的 负0.758 可不可以算 也算了 因为它讲的是绝对值 绝对值大于0.7以上 大概都要小心了 到了0.7也就要小心了 好吧 以上呢 是谈呢 这个multi-colonarity的问题 我们上回 F减定 T减定都讲了没 F减定你看一下 700页这边 15至14 一开始呢 这边就讲 你的F减定 是由MSR去除以MS1的 减定的内容是什么 H0是什么 所有的负大都等于0 所有的负大 如果都等于0 那代表你这个模型是fails 你这个模型是完全错误的 你所放的自变数 没有一个是应该放在这里 你整个模型垮 这是F减定 所以F减定是对整个模型的 一次去做了它的减定 这是F减定 那么F减定呢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701页 像701页 你可以看它那个报表底下 一个F F的值是不是32.88 是不是32.88 那32.88 右手边那个PValue 是不是0.000 PValue是不是很小 代表你现在的F减定的结果 一定是什么 P值很小代表什么 PValue很小一定是 拒绝H0 对不对 你拒绝H0的力道很强 支持H0的力道非常的薄弱 所以呢 PValue可以解释为支持H0的力道 以前我们第九章在谈的时候 我们就提过这样的概念 怎么样去解释PValue PValue就是支持H0的力道 那么那么小的力道 换句话说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拒绝H0 支持它的力道很小 所以一定是拒绝 所以你看这F减定是拒绝的 拒绝哪一个case 拒绝的Trucking Company这个case 在这个Trucking Company里头呢 我们说Miles跟Deliveries 这两个Value同时放进去 可以得到R²值90.4 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整个模型Fails掉 两个BetaI都等于0 这是严重被拒绝的 F值非常的高 所以这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是F减定的结果 那么翻过来我们看702页 15-3的Table里头的话 告诉我们 在这个Table里头 SSR SSE SST 这次分别是Regression Sum2Due to Regression Sum2Due to Error Sum2Due to Total Total Sum2 那Degree of Freedom 上次是不是谈到 SSR的Degree of Freedom是P 有没有提到这个case 我们说了SST 等于SSR加SSE 这个SSR是YI hat 减掉了Y bar Square 大家看这个 这个Y hat事实上是V0 加V1 乘X1 一直加 加到VP 乘XP 多少个系数 决定了你这个Y的值 P加一个系数 所以这边是P加1 这个是P加1 减掉了一个Y bar 所以SSR的自由度是P加1减1 事实上是P个 所以我们才说 MSR 是SSR 除以P 它的自由度是P个 那么SSE呢 SSEYI减掉YI hat 是吧 那么这个平方 那这里头有N个YI 有多少个YI hat呢 多少个Y hat 多少个系数决定了你的Y hat 也就是它的自由度有几个 刚刚这边说过了 P加1个 所以N减掉P加1 所以呢 我们谈MSR的自由度的时候 所以SSE除以N减P 减1 所以如果你的P等于1的时候呢 到简单回归里头 这个自变数的时候 你看 为什么MSR的自由度只有一个 然后MSR的自由度是N减1再减1 为什么是N减2 简单回归为什么是N减2 14张的时候 坦塌的时候 所以以后我们在讲回归的时候 就直接讲 MSR的自由度是P个 MSR的自由度是N减P减1个 要记要记这两个 你如果这个会的话 当P等1的时候 你就知道 简单回归的时候是什么一回事 那么你的F减D呢 就是SSR 所以SSE OK 那为什么它可以当简定统计数呢 你这个时候的H0是什么呢 H0是这个 这是H0 那么它的逻辑还是一样 跟14张的一样 就是如果你系数多等于0 代表你整个的回归平面 或者回归线 它是一个水平的 没有斜率 那没有斜率的情况下 SSR跟SS1 两个都是Sigma平方的 无偏固测量 这样是不是 OK 所以MSR除以MS1 这两个相处 这笔值 会约略等于1 为什么 因为当H0为真的时候 两个都是Sigma平方的无偏固测量 那既然你两个都是人家 估测同一个东西的 无偏估测量 那两个值 约略差不多 所以两个笔值的话 不会离差太远 所以如果你的F值 不大 这逻辑还是一样 述说从13张到14张到15张的逻辑 都是同样这样的逻辑 OK 那当然呢 这种情况下 你会倾向于去接受H0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个飞针 也就是说 你的回归线 不会是一条水平的 而是一条有斜率的 或是你平面 不是一个水平的平面 而是一个有斜率的 有斜度的一种平面的话 在那个情况下 你的MSR会overestimate 它会过度 它的值呢 会比Sigma平方 应有的值还来得更大 可是MSR仍然维持 是一个好的 五片骨车量 所以一个是过度膨胀 一个仍然维持 原有的身段 这样一除起来的 F值一定会比E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算出来的F值 比E大很多的话 我们会倾向 会接近于说 会倾向于去推翻 拒绝H0 这个逻辑啊 以前我们在讲过了 所以现在还是一样的 跟各位把这个概念带到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东西 当作F减定的减定桶技术 那么至于T减定的话呢 15至15那个式子 每一个个别的 个别的T值啊 我们说是Vi 除以SVi Di一个自变数 算算的Vi值 除以SVi 除以Vi这个值的一个 标准差的固测量 这个除出来 我们去跟什么做比较 你看它右边的P-Value 或者是去找呢 T-Table 看它的自由度多少个 这个时候的自由度是 多少个 就看你这个S的自由度 你取代Sigma的这个自由度 取代Sigma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的自由度 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Sigma MSE 所以T的自由度 还是一样MSE的自由度 MSE就是N-P-E 所以T这个时候的自由度 是N-P-E的自由度 这我想大家都应该相当清楚了 老师再度再强调一次 同学可以练习看一下701页 上方那个15至6的那个报表 同学来看一下 我们就两个字变数 Miles跟Delivery来讲的话 两个T-Value都算出来 一个是6.18 一个是4.18 6.18是前面的0.061135 去除以0.009888 你自己去除除看 你就会有比较强烈的信心 如果你信心不太强 你去做最笨的工作 最扎实的工作 自己去除除看 每一个动作你就自己做一次 你就会相信 你相信 自己所看到的 所想到的 所听到的 所以除过来是6.18倍 所以显然呢 它够大了 因为它右手边的P-Value非常小 所以这是可以拒绝的 Delivery这个Value是0.9234除以0.2211 除出来是4.18倍 右手边的P-Value也是0.004也是相当小 所以这两个情况都是可以拒绝的 就是Value1等于0可以被拒绝 Value2等于0可以被拒绝 这是有关我们在T减定P-F减定的时候 我们所谈到的东西以及Modicorlinearity的概念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里头 因为你有 你想想看 回顾一下我们以前说的 你既然问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说当你是 你只有一个自变数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 Sigma mi1是什么 还记得吗 Sigma除以 对吧 那我们用S取代它 用MS1的开根号 现在你有两个 甚至你有三个 你有P个 你多重的情况下的话 你的每一个BI的前面的Sigma 会不会还是这么简单的话 这个我们不敢把握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电脑去帮我们算 这种情况下不用担心 多重回归里头的很多东西 基本上就是电脑帮我们算 OK 所以 这个地方 同学们留意一下 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习题是做20 21 24 25 20 21 24 25 我们看15-6 这一节呢 706 月底下呢 来看看 我们说 你可以用你的回归方程 去做estimation 跟做prediction 同学出统的情况下呢 同学要把一些概念 把它搞清楚 英文上头所谈的 回归所谈的 estimation 跟prediction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要把它弄清楚 estimation是去estimate某一个东西 好比说呢 你说 我们 估计 我把x1的值 把x2的值 带到回归固色线里头去 我得到了y hat 请问这个动作叫什么 prediction还是estimation 就我们刚刚那个tracking common人讲的话 你现在走了 他比如说90mine 然后送了20个站 你有20个包裹 你放下去 停靠20个地方 对不对 带到刚刚那个40里头 我刚擦掉那个40里头 算出来的y hat 请问这个y hat的值 是estimation的概念 还是prediction的概念 这个是一个estimation的概念 是 估测 那种意思吗 我估测 我估测 如果我跑90mine的这一部车 跑了20个站的 这个车 还没出疫情 我估测 它应该是 会花多少时间回来 回归的目的 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叫你做估测 什么时候会有prediction的概念 你知道吗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回讲的 你 某一个特定的值 你把这估测的值 放到这里头 然后加减 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 yp 乘上什么 那个东西叫什么 t 这是我们在讲prediction interval的时候 还记得吗 14章 讲prediction interval的时候 我们说 你把estimation的值当作 当作中心 左右 各加一个半径 这个半径是什么 prediction的那个 estimate的那个 标准物 乘上tvalue 这个地方当二分之阿房 这地方是 n-p-1 二分之阿房 这个式子 同学可以回顾一下 14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14章prediction interval 在哪边 14-27 他用的符号 跟老师这边不太一样 但是呢 你要了解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就是他这边所谓的 s predict predict呢 是前面 在看这个 14-26那个词子 这个你们刚考过 我想应该还有印象 前面那个y hat 就是一个y的特定的值 这个情况下 需要去predict 说呢 你真正的值 会出现在哪里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 你看你真正的值啊 这个真正的值 会出现在这里吗 不知道 我们用一个这样长的信赖区间来预测 它的值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你的x在这边的话 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会出现 不同的一个区间里头 对不对 我们在先行一下prediction interval 那个时候 就在讲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到底下一次的y 你 这个地方不讲 预测了 预测 你预测y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种概念 真正y的值会 预测会出现在哪一个范围之内 你给它一个信赖区间 你说它预测 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 不外这个范围以外 这种概念是预测 如果你给我一个x值 给我x值 带到回归里头去 得到一个y hat的值的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估测 所以一个是estimation 一个是prediction 这两个概念 再强调一次 因为它这边既然提到了 15至6这一节 同学你看一下 15至6 右手边707页上方 那个table里头 这个告诉你 你给我不同的x1跟x2的值 我都可以帮你算一个 conference interval出来 也可以帮你算出 prediction interval出来 conference interval是对 expective value of y而言的 prediction interval是对y而言的 所以这两个interval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特别呢是estimation 跟各位同学强调 estimation是 你去 这个 带一个值进去 得到一个estimated value predicted value是用信赖区间去 预测 它到底呢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值 在哪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这一节 只是在强调说呢 你一样可以用14张的 那一些方法呢 但这个地方当然 你就不需要算了 这个地方当然都要用电脑 要帮你跑了 那你一样可以去做 所谓的estimation跟prediction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讲那个贡献性的 第二个p检定 和f检定会产生老队 然后老师的举例是 可能会像是f检定不拒绝 就是变水平线 然后t检定拒绝 可是如果它f检定是拒绝 然后每个变数都跟y没有关系 那就算那些变数之间有贡献 不是依然跟y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y会变成那个拒绝 这个体检比我成为变数呢 你如果do not reject的话 意思是说 你这个图形啊 你这个模型只剩下这个 对不对 do not reject 你这边说把它reject reject beta1等于0 意思就是说 你的y应该是beta0 加上beta1 beta1不等于0 那你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存在 那这两个不是矛盾的吗 不一样 所谓矛盾是这个意思 再加上你如果对beta2又把它拒绝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beta2 乘以x2 你也应该在模型里头 所以你整个模型根据t检定的结果应该是 这两个检定的结果 你的模型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f检定是两个一起检定 两个一起检定你不能用t检定 你要用f检定 对不对 你无法拒绝 无法拒绝的意思就是 beta1也等于0 beta2也等于0 那两个都等于0 你的模型只剩下这个 所以f检定的结果 跟两个t检定的结果 产生矛盾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同学你一做 对同一个题目 你做f检定跟做t检定 你不应该得到矛盾的现象才对 你得到矛盾的现象 你就会觉得傻眼 一头雾水 怎么会这样子 如果这种状况产生的时候 请同学记得 很有可能 就是你回归模型里头 有任何两个质变数高度相关 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所以其中有一个质变数 不应该放在这里头 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刚刚的意思 我不是听得很懂 我只是重复再跟你讲一次 我讲的内容是 我想说贡献性应该是那两个变数 就是很有关啊 就是几乎相似的那种变数 对就是高度相关 两个质变数高度相关 那你两个不应该同时放 你一放的话就贡献 你懂的意思吗 Holy Nearity 我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用F检定 检定出来那个 适成水平线的状态 嗯哼嗯哼 对啊 那就算其他的 有些变数他们是贡献性 就他们是几乎相似 不是也应该还是跟那个Y 没有关系 跟Y没有关系 我还是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你说如果它是水平线的话 你说Y是水平线的话 对啊 对不对 那你说就不应该跟这些X都有关系了 那些变数就算他们彼此是非常相似的一个 对 跟Y还是没有关系 你说我如果是检查是这个样子 那我的X这些自变数 共性 我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 你待会再来说 我们先下课吧 好 OK